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我养它就是为了做标本 虽然我做过很多蜘蛛蝎蜥蜴的标本 但是像甲虫蝴蝶这样常见的被人做成标本的昆虫 我还真的没有做过 甲虫会飞但是不爱飞还是挺容易捕获的 还有它很爱装死 有不少朋友标本做一份虫子要活过来的案例 白鲜花金龟的橙虫爱吃腐烂的糖分糕的果实 还是挺好养的 但是不养了几个星期它就挂了 橙虫期的胜利一般是三四个月 说不定我捡到它的时候它已经重到牧年了呢 好时间跳跃到几周后 这只白鲜花金龟应该是挂的了 仔细检查一下是不是在装死 虽然它是害虫 我还是不喜欢杀生 然后我们倒点水对点酒精 稍微泡一下几分钟洗一洗 杀菌就可以开始整姿了 关于酒精浓度的问题我得说一下 杀菌的话最好用75%的酒精 95%的酒精会将细菌表面包膜的蛋白质迅速凝固 并形成一层保护膜 阻止酒精进入细菌体内 因而不能将细菌彻底杀死 而低于70%的酒精能进入细菌体内 但不能将它彻底杀死 种子完分干几天后拆针 像这种小甲虫若是直接太阳曝晒的话 虽然干得快但也有肢体迅速脱水变形的风险 完成啦 有一根身体中部的标本枕 用来固定在标本盒里 这个我就不单纯装散框了 哦对了 酒精还有个作用就是脱水 越高浓度的酒精脱水能力越强 有的同学暂时不想做标本 把虫子泡在酒精里 几天后拿出来就是硬邦邦的了 而且还容易让虫子褪色 一般我是用来让已经固定好姿势的小蜥蜴 泡着精脱水的 零赤木的蝴蝶蛾子什么的不能泡酒精哦 蝴蝶标本就是固定一下翅膀就完事了 太简单了 以至于我至今都没有做过 你们想让我做一期蝴蝶标本吗 会不会有水饰瓶的声音 哦对了 风干的话要注意防虫空风 我是第一次做甲虫展翅的标本 感觉翘翅和后翅的固定比较费实 怕没有搞得很对称 怪不得很多朋友在做翘翅木昆虫的时候 会把他们的翅膀剪下来 风干地形再粘回去 还有你若是做独角线之类的稍微大点的甲虫 要把腹部掏空 比防腐臭 好了 我们把它放到标本框里吧 这种标本框只有5厘米高 只能放一些扁扁的趴在那里的标本 像我做的蝎子唐浪之类的就放不上了 只能想凑齐满满的义和标本 一定很有成就感 嘿嘿 关于标本还有很多 经验知识一期肯定说不完 我们下期再说吧 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稳笑